好 我不懂 现在沈静晶真的已经 命悬一线了吗 现在这个刀真的已经 架在沈静晶的脖子上面了吗 如果你就范的话 我就动你的手 不就范我再动你的腿 再不就范 他连命都没了 其实沈静晶所犯的法条 并不是很严重 对 行贿 他的两个 一个是行贿罪嘛 一个是背信嘛 那背信可以连结本案的行贿嘛 所以因此来讲的话 检察官有权利 把这两个罪行 把皈依的话 可以豁免它 可以豁免 所以它会变得很轻 甚至于到还起诉的可能性都有了 我看到有些坊间的律师 把这两个分开来谈 其实它是因为 发生是同一室友的话 它是可以合并来处理的 所以减免也可以同时减免 这第一个 所以浅静晶法条不严重 不严重的问题是 他现在他原来为什么不认账呢 这是为了护他的八百事嘛 对 当时你看到黄珊珊为什么跳出来讲说 25条 25条 就是这个25条 就是雇他的八百事嘛 雇八百事就是雇这个好几百亿的这个 对 对不对 而且这个已经没有了 这个已经没有了 没有的情况后续多严重你知道吗 他现在这个礼拜我估计 曾经如果不能交保 一到两个礼拜之间不能交保的话 他的精华城就完了 就完蛋了 就这么严重吧 我在讲第三年我讲给你听 金华城是连带案 是由新光银行的连带案 对 所以他的起照人 不是沈静晶 也不是顶月公司 是中国建金 中国建筑经理公司 所以建筑 他不需要沈静晶同意的 对 他要不要盖 他连带银行一开会 金晶公司听连带银行的 他不会听沈静晶在里面 在里面介护医疗 谁管他 所以说 沈静晶对这个金华城的土地 现在是没有发言权的 他没有 他法律上是没有的 因为当时 所以为什么叫年代银行 要主导这个案子 对 就是他指派了他信任的 建筑经理公司 去作为管理人 作为起照人 起照人是建金公司 对 所以我先把这个 法律关系讲清楚 所以我先讲说 他一个礼拜不出来 这个事情就乱掉了 然后大家都在谈这个 谈这个什么台北市政府 确实不重要 为什么台北市政府不重要 因为这个整个事情 是一个集团的金融财务危机 是整个沈静晶集团的财务危机 那他的财务危机 是今天会来自于哪里 不是本案的150亿的年代问题 因为很简单 他这个已经触犯了 很多金融的法条 我们的银行法有规定 有关有一个什么规定 什么规定 当你有刑事犯罪的可能性 或伤及到贷款的 本质的情况之下 银行本身 可以启动加速条款 所以这个合约可以提前到期 提前到期 这个提前可以抽银根 对 本来是五年的合约 现在变成一天的合约 这么简单 所以那这个事情怎么发生呢 我解释给你听 大家都不在懂 这个民进党的情况 金管会只要一个电话 给新王银行 打电话给主办银行 你这个贷款品质 会有恶化的可能性 请你们要开始谨慎处理 那只要有这个电话一下 他根本有什么命令都不要 也不要文字 只要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一来 新王银行干什么 马上开会 马上开连带银行会议 然后这个动作一下来 情况之下 他更恶劣 他可以打不同的银行 打电话 所以所有审刑机 有关的往来银行 只要通通被通知到说 他们的融资的贷款品质 有问题的话 所有的后续贷款 通通会停止 所以你说我现在对付 沈金钦的我有司法的 我也有行政的 对 他完全不懂民进党嘛 民进党不是 民进党这么臭残 当然这样子臭残的 民进党那么笨 等你肥姐在那边搞 搞到我总统的民调 掉到20%吗 不可能嘛 我一定是一刀给你砍到底了嘛 之类的 没有给沈金钦死的话 沈金钦就不可能去咬这柯文哲嘛 可沈金钦都注月吹冷气了 那个注月吹冷气一回事 所以那这个事情就是他的企业团 企业体产生了灭顶的危机的时候 他才会清醒嘛 对 因为他这个事情是 没有必要招惹来的事情 我不是上礼拜讲过吗 我一个好朋友 昨天我也跟他通电话 有他们的企业体的 过去的高干 董事长级的 我们有好几个人跟沈金钦讲 你千万不要去跟当道作对嘛 对 你跟他作对的结果 他非常凄惨嘛 不信邪 不信邪 现在搞出 这个事情是多余的嘛 他如果在两个月前 就去当污点证人 不是什么 没有 对 就是刚刚淑慧讲的啊 慢慢打官司 慢慢搞 慢慢弄 还慢慢卖 卖了十年以后 大家谁都不知道 这个案子怎么回事卖完了 对 你现在变成一个人为刀处我为鱼肉嘛 对 他在那边带宰嘛 那带宰的情况之下 那他最后这个可以 所以一个礼拜不出来 这问题就非常严重 然后第二个我今天听到一个 冷钱包有出现被找到 然后还讲到另外一个东西 是我有关系统的 有关这个 你听到冷钱包被找到了 有关系统传出来的讯息 冷钱包已经被找到 而且还丢出来一个讯息 这个冷钱包当时帮忙规划 去申请的这个人 是当时台北市政府的 悠游卡公司一个高管 一个邱信高管负责 悠游卡公司的 对 一个邱信 一个网路科技的专家 他跟这个柯文哲 群同父子 所以他帮他搞的一个东西 那刚开始这个冷钱包 在本节目由张雨昕同志 第一个发表的时候 很多外面的同学在笑他 什么是冷钱包啊 他有这个回事啊 然后雨昕解释了半天 大家都有啥啥 我也听不懂 我也听不懂 我现在今天听得很完整 我跟你讲 是非常可靠的管道的消息 我不太报料 重视我不会乱爆料 我说东西一定有所本 起码我刚刚也告诉你 我的消息来源 对 那就是单位嘛 讲南接 那这个东西就很简单 我再重复一下 冷钱包被找到 然后是他情同父子 一个邱信幕僚 帮他干的 然后这个事情就剩下 淑慧刚刚讲的最后一点 就最后那个勾兑一起来 我跟你讲 柯文哲 我跟你讲 再劫难逃 所以你说今天 沈金金如果把所有的细节 交代出来的话 那真的就是心服口服了 不会 柯文哲使不认账 他不会认嘛 因为这沈金金交代 是他当时行贿的那个端口 行贿那个当时那个moment 开始干的细节嘛 那你认为柯文哲会把这个东西 放在 就是放在 留在当时这个几个一年前 行贿的时候的状态吗 不会嘛 他早就开始做转移的工作嘛 我昨天跟一个香港的一个财经专家 在吃饭他讲过我听了 他说吴董我跟你讲 沈金金绝对不会买比特币 他一定是买其他的泰达币的东西 因为那个比较稳定 万一比特币会转间会涨跌幅 百分之一百 也可能跌百分之三百 所以柯文哲那种当一生的个性稳定 泰达币 他会用泰达币 比较安全的币值 所以我刚刚解释一下 包括连那个秋星幕僚的名字也出来了 包括有冷钱包这个是 再度从这个有关的机关里面出现了 现在有一个人我看不懂了 那就是黄珊珊 黄珊珊以前不是努力地去解释说 那不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条例的24条 是第25条 25条就是台北市政府认为 我有都更的需求 我直接给厂商的 然后还去跟人家吵架说 你根本不了解国土署的这个看法 怎么突然之间就没有声音了 而且他过去一直都在陈佩琪的旁边 结果昨天陈佩琪到了土 这两天陈佩琪到了土城 也没看到黄珊珊了 陈佩琪昨天到土城 然后他们昨天还有一场在台中 就黄国昌到台中 也到土城两边在跑 他们的整个50场 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声援的大会 大概昨天为止就是 悄悄算是功成圆满 没了 结束了 有50场吗 就大概就算是 整个开讲大概告一段落 那昨天这个当然看不到黄珊珊嘛 因为黄珊珊整个戏演一演完了啦 因为我们最近看到黄珊珊今天的表现就是在 这个在国防委员会 国防委员会 这个我看极为荒谬啦 你知道吗 这一辈子也没有看过黄珊珊有谈过国防议题 不管公开私下质询或她参加立法委员的 或是我们有选择讨论会 黄珊珊扒竿子跟国防一点关系都没有 突然间她洋洋傻傻谈了一大堆 她去了这个台美国防工业什么会议 以后她回来变成国防专家了 然后质询国防部长 这个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认为黄珊珊已经转型成功 因为这个北检的这个动作 已经扣押了这个地 这个111亿的金华城的这个基地以后 所以就不讲话了 她已经她就放弃了嘛 所以我是觉得说 她是跟着这个跟着金钱走 这个立法委员有很多当很多很多干法 但是黄珊珊的干法呢 她一辈子这个轨迹她足迹 就哪里有钱跟着那个钱在走的 那看到这个金华城这一摊 跟柯文哲这一摊 收了 大概已经收摊了 这个摊子已经收了 所以另起新颅灶 就到国防外交委员会 准备搞国防的前课 那柯文哲被她丢包 对不到 以前我们这楼的柯文哲 他是在台大医院的地下四楼 太平街在地下三楼 他居然在地下四楼 他说他一天工作时间12个小时以上 他都每天努力的在这个 所谓的重镇防壁上面 结果他当了市长 我觉得我们可思议是 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资料 他喜欢去八八会馆 那八八会馆那个什么场面 纸醉金迷九十肉铃 这个柯文哲这个我很惊讶 因为我曾经听林彦宇跟我讲过 说柯P去过他们的八八会馆 然后大概去过两次吧 一次是朋友带他去的 有一次是他自己带 他柯P带了大大小小一大堆去 有两次 最少两次了 所以第一次是柯P被动被找去的 第二次他就主动想去了 他主动去了 主动去了 那给我没有很注意这个事情 因为什么 因为林董跟我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是说柯P带也不来过 柯P带也不来过 他说他对这个地方很 他对八八会馆很称赞 就这个地方 说这个地方很好 很好玩 很好玩 都很棒 因为我没有去过八八会馆 对不对 这个地点 当然我别的这个私人会馆 我当然去过很多了 可是我就我的理解说 柯P这个人 因为他刚开始当市长的时候 我曾经担任过他的台北市 药理基金会的这个董事三个 监察人三个月了 就中间跟很多一届的人 跟柯P一起有吃过饭 然后吃完饭之后 会搞一个小的卡拉OK唱歌 大概有看过他这个样子 那看他也很深色 也不是很习惯的感觉 因为他过去在台大 当的是这个急诊科医师 没有人在请急诊科医师喝酒的 急诊科 没有固定病人 急诊科医生不是来了 就转到别的科系 或者转了 就往太平间送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土包子 就是刘姥姥进大官员 当他当了台北市长之后 你刚才讲的 就是这个人生的这个彩色的片段 被他发现了 所以他也觉得人生是黑白的 他甚至还就怀疑 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他说他都是生死之间 然后去追求生死两相爱 他现在发现生死之间 还有生活 对 我觉得不是生活 有奢侈的生活 我觉得淑慧刚刚的定义比较对 就看到一个医生 一个大学教授 从一个高 从一个非常高的这个 这个道德地位 到这个 这个变成一个堕落的天使 你知道吧 到堕落凡城 到跑到阴沟去了 你知道吧 这个是一个让人家非常意外的一件事情 而且他的学坏的速度 非常的快 看他那个样子 穿个高腰裤 土不拉几的嘛 对不对 虽然你当台北市市长 我假设说我是女生的话 我也很难去喜欢他 对 可是不想到他那么魅力无穷 你知道吧 后来我才发现说 原来他在第二届的时候 他已经有很多的 新的这种生活形态了 你知道吧 变了 包括唱歌 唱歌 因为他当时就选择 要去用唱歌那件事情 是他主动要求那个经纪公司 对 戴什么铃的 戴力铃嘛 对 帮他来规划他的 他主动想 我想唱歌 对 帮我安排 对 我当时也在想 他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嘛 所以这个怎么可能 事实就是后面这几年的 市长的这个彩色的生活的过程当中 创造他一个 本身一个欲望嘛 对 那个欲望 唱歌发表会 对 他演唱会的嘛 他要办演唱会 那大家有很多的解读方式 都错了 我觉得淑慧今天解读的比较正确 就是奢迷的生活 奢迷的生活是纸醉金迷 他交往了一大堆的建商 对 财团 银行董事长 还有营造公司 都往来的人嘛 对 而且往来在他面前 就是日子万金嘛 然后带来的这些 接待的一些的小姐们 或蓝士们 一个一个都是美若天仙 对 都是人间有物 在他看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一定会 一定会难以致吧 而且后来的行为就越来越乖张 没错 他就开最乖的 应征员工通通找漂亮的嘛 对不对 就是荒谬的事情嘛 对 然后开始 然后有些人就被赶出去了 对 然后就开始 他们跟他最想你的太太就开始 就开始有冲突了嘛 对 对不对 所以他的生活其实跟家庭生活 不是那么美满嘛 那这个问题 他的公鱼之辖生活 是非常的彩色了 这才是真正的科问者 所以他后面的这个行为 你这样才可以理解 为什么他这几年 跟这些厂商干了这些事情了 对 所以说为什么 他在收钱的时候 一点都不会觉得有违和感嘛 所以你看到很多的这个厂商 去汇给党部的钱的时候 你看名单不断不断地透露出来嘛 后来我就发现 你记得他跟那个许文娟 有一段对话有没有 他有一段很重要的对话 有一个line我们公布过 他说某某某某某 他是讲说有一笔钱 对 现在处理好了没有 他处理好了没有这句话呢 他大概要两个月时间才能处理好 我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有一笔钱 他许文娟要去处理 李文娟要去处理 要花两个月时间处理 后来我才搞懂了嘛 因为我看到王定宇的一个告发函 他把它匿名化 他把一笔整钱变成散钱 变成99999嘛 就搞了一大堆的99999出来 999出来之后呢 就把那个钱都匿名化 结果就是 刚刚这个淑会长他在洗钱嘛 他就在洗钱啊 他说什么钱他都拿了嘛 他就在非常聪明的 这个是只有他能做得到 所以我当时我看了这个 他的总账 所以我就发现 为什么他那个钱 要全部汇到木可 你知道是什么关系吗 要洗钱 因为那些钱并不是真正的政治现金 不是因为选举 不是因为蓝白盒 不是因为他的行情看好 他政治现金 都不是 我们都搞错了 对价的现金 根本就是对价前面的收费的汇款 他把那个汇款到后面 那个市役里面 要洗白 有很多黑钱 很多脏钱 他其实一直在 他一直在一直在这边洗钱嘛 所以他为什么不给立法委员钱 对 那个钱都是他的啊 你买去借家玩来的 我去坐牢换来的嘛 我怎么给你这个 给你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这些各地立法委员去 对 所以他的立法委员的捐款是多少钱 零元 零元对不对 因为他根本没有在做真正的市役 所以那个市役的物款里面 我高度的怀疑 大部分的钱 是他跟厂商收的张钱 他在利用这个时间 你看 他大概百分之多少 三十以上 全部是立民的捐款 所以为什么要搞立民捐款 为什么他需要 李文春来处理 这些东西 所以他生活的糜烂 到收黑钱 然后变张钱 张钱来洗白 他全部一个人干十年的政治生涯里面 他创造了很多台湾的先河 你看他搞了基金会 对 他搞了协会 对 他搞了这个 政党了 搞了公司 他搞了很多公司 他搞了二十几个账号 在搞这些钱 所以他大部分的后面选举的时间 他不可能跟侯友宜合作 他的目标就是要把他的钱洗白 他没有想要当选 他已经想要退休了 一定想要捞一把 就拼一次 义无反顾 捞一次 义无反顾 捞一次回家 那现在来讲的话 当然是义无反顾 在跟减年斗法 你曾经讲过说 神经只要在一两个礼拜 没有出来 他这个财务就会出现 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他根本登玫瑰 我反而也听不懂 后来看到刚刚这样子讲 我现在的约当现金 只有五十几亿 可是我的短期负债 有一百九十亿 这个差了三四倍 差这么多 这个我觉得 这个半年报 要会计师签的 怎么会签出这种东西来 我觉得蛮怀疑的 因为所谓的资产重估 他现在资产部分 资产就估得 我刚刚听起来 这个秀琛讲 大概 惠琛大概讲说 有四百多亿嘛 那这个怎么会 这个会计师怎么签得下去 这个过去可能没有人 没有人注意到了 那今天如果在本节目里面讲 我觉得尽管会做注意的话 这个报表可能要让人家 退回去重签 因为这个 因为你那个 你怎么可以把顶月的 未实现的资产 就把 就把编列成一个 编列成一个 现代的资产 一个四百多亿的资产的造价 因为任何资产的重估 要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 也就是说 要有建价公司的签证 才能够认列 那到底想 你本来就知道 小省的这个财务状况 不是很好 现在更惨了吗 第一个 他这个报表有问题 我认为不能列了 如果报表有问题的话 要重签 报表有问题 从修正 修正重签的情况 这个公司会面临到 非常大的考验 你知道吗 考验的话 然后第三个更重要的 就会把原来 中时化公司的贷款 会面临到这个贷款 品质不良的可能性 如果这个贷款 品质不良的可能性的话 会让中时化的融资银行 会有产生疑虑 那这个疑虑的话 那这个流动性 我认为中时化会变成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考验跟挑战 我觉得小省如果不出来自己面对的话 因为听起来它里面拿着资产部分 我现在随便乍听一下的话 是两个东西 一个是陶珠影员 一个是金华城 那金华城是属于债建工程 怎么会变成资产呢 这个有点乱搞了 那小省如果自己不出来面对 来跟银行解释这些东西的话 它可能这个在中时化的部分 在短期之间就会面临到 有被银行要有可能 要有补担保品的可能性 所以你说你才是讲说 小省要赶快出来去处理 它整个公司的问题 我有两个礼拜不出来 公司就倒闭 我认为两个礼拜 大概只有两个礼拜时间 这两个礼拜 那我认为以它的耐性 它可能在这个周末的时候 已经昏倒一半了 因为这个事情的造成 不能怪别人 因为它旁边很多朋友都劝它 包括我在内地都劝它 我说一开始你就去当污点证人 它就day one当污点证人 把柯文哲咬了 是不是现在快快热热的 还可以去扯那个八百四 对不对 他只要不要得罪 不要得罪淑慧就好了 对不对 跟淑慧道个歉 全部都就结束了 没有没有没有 八百三十不行 搞了半天 搞成这个德性 对不对 搞成这个 这个变成这个家破人亡 现在变成这个情况 这惨不忍睹嘛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应该 已经在跟检察官谈判当中了 那我就看他 如果一个礼拜之内 都能够出来的话 交保 交保到外面来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就知道 这个就是刚刚雨萱讲的 柯文哲是剩下 我们怀念的柯文哲 你这两天 仔细的去看民众党 所有的政治现金 你把那个所有的礼物 摸了一轻二组了以后 你发现一件事情 你更确定是 阿伯就是利用这一场的选举 要来洗钱 否则你不可能说 在三个候选人 同时起保的时候 阿伯的政治捐款 一飞送天 也就是今天本来很多的钱 就已经在那边stand by了 结果刚刚讲的 这些钱都是我拼了性命 今天我拼着老抑郁之灾 搞到的钱 所以现在 刚刚讲的 北剑现在就开始 刚刚讲的 金华城搞了半年 只是小菜 政治现金 才是大菜上场 首先我们看 520开始 10天左右 阿伯的收到的捐款 就是账号一开放 对 法定实践一开始 准于起跑 他收多少钱 多少钱 说一亿多 另外两个人 另外两个候选人 没收到钱 另外就是 侯友宇也没有 然后这个 这个 赖赏也没有 你说就是这张表格 也就是 5月20号一起跑 这个一飞送天的 竟然就是柯文哲 刚刚讲 今天刚刚讲 侯友宇还在地上趴着跑 其实柯文哲 赖清德也很慢 结果你就等于说 你一下子 才两天的时间 你就破了 就破了一亿 破了一亿两千万 你就直接飞上去 代表 这一亿 这一亿两千万 早就在外面 stand by好了 是的 所以你现在看 这个合不合理 不合理 那我们现在完全 我现在得到一个 什么样的心得跟结论 来跟大家分享 就其实 他整个总结算下来 他报给 天才院的账是 四亿多 所以他在投开始的时候 这个一亿多怎么来的 这一亿多是 他自己手边 拿到现金 他自己的钱放进来 对 他利用选举的过程 在洗钱 他把原来赃钱 经由选举的账号 对 转成干净的钱 所以你才会出现一个 非常不可思议的状况 你今天赖清德还在这边 那个压着跑 你今天的侯友仪 还在这边压着跑 结果人家还在这边 起伏的时候 你已经一飞冲天了 对 好 一飞冲天 我问你嘛 他光是这个收到政治现金 没有用嘛 他后面还有其他的 后面的机制准备好了嘛 对 他后面有协会嘛 有基金会嘛 对 有募可公司嘛 对 通通都有啊 准备洗干净的 所以他就这个进来之后 他的第二道流程开始作业了嘛 就有的到募可去了嘛 有的到这个 你看他有的到什么基金会嘛 纵旺基金会 新故乡基金会 目前我们看到媒体公布的 这个柯文哲跟李文娟的 对话的这个部分 你看到下面那句话 某知名食品厂的负责人 50万到新故乡的账户 还有一些是从募可公司出发 这个支出 还有一些是从选举剩余款支出 我再跟你讨论 看到没有 所以李文娟是管 整个进种的总账 也管他这些所有的账 对 基金会都他管的 整个都是他一个人管嘛 所以李文娟目前是 大概150万交保 对 所以你看李文娟是 负责做假账 他就把这些钱 如何调配到该去的地方嘛 那这整个动作 是在做什么事情 洗钱 就在洗钱嘛 然后第一个大的支出的动作 就是支出到去买房子 4300万 所以这4300万的内部里面 可能有混在一起的钱 对 那混在一起的钱 里面就会出现到有一些 他自己的政治献金洗钱的动作在里面 他把干钱 干净的钱跟脏钱和在一起 他这个已经变干净了 已经全部变干净了 所以你看到他的这个东西了 那他最后在结尾的时候也是一样嘛 你看他最后那个 到最后报监察院的时候 对 他开始爆跳如雷 你看见没有 你看这个 照监察院他怎么讲的 他说 国民党花不到两亿 民进党花五亿 你们相信吗 这是一群骗子 怎么可能 他火大了 你这会说火大吗 为什么 他被抓包嘛 你说他是 这个脸 投票看 柯文在这个脸 这跟小灯熄不去 为什么是跟小灯熄不去 因为他在想说 你们都会搞很多嘛 所以我写个四亿进来的话 我中间插个 我不知道多少钱 这四亿里面可能两亿到三亿 很大的比数 他拿那个募款能力嘛 他已经说 你今天民进党好歹也十亿起跳 你国民党好歹也十亿起跳 你这十亿起跳 我在这里加加结结对比 我写个两三亿 你们根本看不出来 他哪就倒出 就变他第一名 变他第一名 他第一名 他立名账号也第一名 现金也是第一名 他怎么都是第一名 他洗过头了 他洗过头了嘛 所以我刚刚讲的 现在的剪掉动作 我一看就懂了嘛 先开始 就用那个筛子在抬嘛 就用抬 抬好清晰嘛 把那些好的先把它过滤掉 后面剩下的钱 你通通要给我交代来源 每一笔都要交代来源 那谁介绍的 譬如说今天很简单 但所以每一笔钱 我举个例子这样讲 我的消息来源 求贞民调 花了1400万做民调 对不对 但是不是真的开了1400万 他一定开1400万发票 不然呢 开1400万发票 他有没有领到1400万 不然呢 他怎么搞 我告诉你好不好 开1400万发票进来了 我马上 我可能付给你400万 然后1000万去哪里了 所以他一定有一笔 发票进来 然后一个现金出去 对 结果他1000万就把他带回家了 对 带去哪里不知道 对 可能到木 可能知道到哪里 因为那是实实在在的1000万 1400万发票 对 所以变成是什么 叫做买卖发票 所以就变成买卖发票了 买卖发票 因为1000万带走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中间从选举开头 就开始这样子搞 一直每笔发票来 就开始就领钱 有些不用发票 又领拒嘛 对 90几万的便当钱嘛 对 结果其实只有5万的便当 结果90万的现金 他带回家 这搞搞搞 搞到最后变怎么样 你知道吧 结余6000万 然后现金少2700万 因为现金搬得太快了 你知道吗 现金搬太快 账跟现金都不容 现金已经搬回家了 你照一讲 你按照现在 你报算的账 你已经捞了一大笔捞 结果你又捞太快了 还是多捞了2000多万 这个两个速度都不容 搬现金的速度 大于他这个开发票的速度 因为发票回来 所以大家拼命往前冲 要跑选举 可不可以这是拼命 捞钱捞到家 他把现金搬回家 结果后来发票不够嘛 所以才去找戴利林 他去搞916万的假的账嘛 对 就报税捐出 后来干脆不开发票了 直接做假账 所以整件事情 我们现在搞懂了 他整个全场的选举 就在把他跟这些前面的张钱 洗干净 然后报回家 然后报回家 现在开始 另外 所以北检 有一个专案的检察官 在查他这个 所谓的选举经费的问题 那里面一定有很多 莫名 就是利民账号 那利民账号 就会跟这个 这个金华城一样 这么多利民 利民的捐款 对不对 那背后的人是谁 对 背后的人 全部是柯文哲的人头 那这样子柯文哲就中了 那我就懂了 为什么他会一毛不拔 为什么他今天 连这个所谓的面子的钱 都要你自己立委候选出 都是他的钱 因为这钱是我的钱 这不是木来的钱 这是我A来的钱 我OC来的钱 我拼命 我拼命搞 我拼坐牢的钱 然后立委给我分掉了 开玩笑 我懂了 所以他活动都特别小 看见没有 他账都特别大 小活动大账 然后一毛不拔 所以立法委员 立法委员怎么可以分我的钱 立法委员每一笔要跟他 要什么买外套 花钱来买 立法委员捐款 全台湾历史上的第一个政党 几元 零元 一毛都没有 一毛都不给立委 为什么 就是通通是他的会账旗 他的血汗钱 泡不到 我对你的情仰又如滔滔江水 刚刚讲到这个所谓的 嘉义文人的营专的时候 他想说 怎么可能 他没开收据 那没开收据 没开发票 那怎么可能查得上 果不其然 不是说 怎样的 是上面在USB上面 代表USB已经在查了 所以 从今天这个媒体的报导 就是说 这个三百万是橘子去拿的 对不对 那橘子去拿的话 表示几件事情都确定了 橘子这个人的身份确定 对 然后第二个USB里面有账 记得是账 不是记得是行程表 所以那一千五百万也确定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连累到一千五百千 那一千五确定之后 就会变成那个基金会的一千万也确定了 因为那个接近的时间 有一个基金会的一千万了 对不对 所以那李文中就逃不掉 这个一千五百万这个事情 对 因为那一千万的 那个基金会的筹备跟办理的人 是李文中 所以那橘子在不在有没有关系 其实不是很重要 那橘子今天突然间变得很重要 那你不要忘记 我在四五月份 你就问橘子呢 我就讲过要找橘子嘛 为什么找 我提到这个事情呢 因为我跟沈庆金谈过橘子嘛 不知道我怎么敢讲橘子呢 因为我跟沈庆金当面问他 沈庆金跟我们讲 我们对话内容就不要谈了 我跟沈庆金有两次的对话 第一次我就跟他讲 他跟我赖了一大堆 我问橘子有没有来嘛 他有嘛 他跟我承认橘子有来嘛 那橘子来干嘛嘛 拿钱嘛 建议承认嘛 所以那一千五就是橘子去拿的嘛 这个所以我们就证明 那一千五百万也是橘子去拿的 对 不然橘子跟去 因为柯文哲不可能说 带个橘子去 对 然后下次李文中去拿钱 他不会干这种事情的 那李文中是跟将军谢谢嘛 对 李文中是跟朱雅虎两个对口 他的对口是 所以帮代表柯文哲去拿 橘子 拿那个一两千万的染三钱 一两千万就是橘子嘛 那两百一十万那个是李文中嘛 对不对 你就把那个分类 我们今天就把分开了嘛 好了那第三点来讲的话 那橘子跑到日本去这个事情 检察官知不知道嘛 知道啦 那检察官为什么不做监管呢 他说那时候还来不及 不是 不是 要最重要的就是 潜在共犯或证人上位到案 对 橘子一直不回来有什么好处 严压 两个月到了 继续压 因为我现在在办另外一个案子啊 对 上位到案 你这橘子 你今天被大家搞成了大帐房了嘛 结果一直不回来啊 那检察官高气死啊 那柯文哲到了十一月五号 我又被呼嚷了 不是 我现在 我现在 我是 我第一个我的感觉 我要是被告 我就想这个事情 对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犯罪的模式 要搞清楚嘛 十一月五号 很快到了啊 对 马上就到了对不对 到了之后 橘子没回来啊 那我检察官签个 就跟 请在共犯或证人上位到案 对 我是检察官签个严压 不就结束了吗 你举止在逃啊 对不对 举止什么搬钱 是他 是不是这样讲 对 这个检任单单 就把他严压掉了嘛 那橘子要回来干嘛 不用回来 不用回来 我再来讲 我讲橘子的事情 橘子的故事这样子 橘子的这个 在他市政府里面 幕僚里面 脾气最坏 人员最差 到处吵架 到处骂人 到处得罪人 然后呢 最后 选举结束 他还是回到了柯文哲身边 对 到柯文哲身边 选举完之后 柯文哲实在受不了 你知道 把他赶走了 因为他到处吵架 我就不相信 我会这么样的信任橘子 然后把你带尽带出的 没有柯妈那个眼睛 我才不相信 我现在给你解释 后面发生的事情 最后发生 实在受不了了 因为柯文哲 第一个你要想要搞清楚 没有相信任何人的习惯 柯文哲不会相信橘子的 他连橘子也不相信 他任何人都不相信 用完即丢 用完即丢了 那橘子跟李文中 是比较特殊的对象 因为都有深厚的渊源 而且橘子的人员 插这个事情 是柯文哲用他的重要理由 对 他都没有朋友 他的人缘很差 但最后搞到吵架了 所以最后我听到 非常核心的人告诉我 在三个月前 橘子被柯P赶走了 赶走之后 为什么我听到这件事情 因为我在谈橘子的时候 是三个月前 对不对 我听到什么消息 因为我听到消息就是说 橘子在外面放风声 恐吓柯文哲 这假的 你不对我好一点 我就要把机密的资料抖出来 好可怕喔 他当时橘子翻脸的话语 我跟你讲 圈内人都知道 圈内 就是柯P旁边人都知道 橘子跑去恐吓柯P 你知道 他脾气这么坏 他连柯文哲都敢凶 谁不敢凶啊 对不对 你看他样子 他天不怕地不怕 对不对 他就是乱搞了一个家伙 然后橘子就恐吓柯P 我觉得恐吓柯P 叫柯P 没办法 要把他养到 所以最后就要逃亡 不是最好一条路吗 对对对 快点逃嘛 你说台湾代表 把你送出国去 把你快点 把你拱到出去日本去 把他逃亡掉了 那逃亡掉 其实我跟你讲 他越晚回来 对警察官员越方便 因为已经破 USB也破掉了 你绝破了 我们现在讲 那我问你很简单 那他怎么知道 陈寅柱拿300万 那陈寅柱 透过小弟拿300万现金 给他没有开发票 对 那这个怎么会知道 一定是USB里面 账破了 被解密了 对 那是不是只有 只有陈寅柱一个人 当然不是 那不是嘛 还有很多人的账在里面 所以这个账已经确定了 剩下就是如何去清理 这个整个东西 那举止在这里面 今天的重要性 就决定了柯P要延压的理由 举止越重要 越晚回来 越不回来 越延压 因为检察官要找举止 很简单 我告诉你 发票 这个缠票 开三次 对 你不到 抗击其家 你不到我就发通局嘛 对 发通局的是 请外交部做第一个动作 把中华民国护照 注销 注销掉 注销掉 你要不要回来 乖乖的爬都可以就爬回来 日本人把你赶回来 检察官会不会这样做 会这样做 保证不会 不会 他把你弄到那边 要严压 严压柯P就是靠局子嘛 严压 当然嘛 我又不懂了 我是检察官 我绝对不会去 决定把柯 把他放在外面嘛 放在外面的花样多得很 因为放在外面 想象空间很大 对 因为他跟柯富豪两个人 搞不好知道冷钱包在哪里 对啊 就太多想象空间了 那个法官你看 这个要严压 这个怎么可以放回来啊 对不对 这个不严压 放出去啊 所以你在外面待多久 柯文在牢里面就要待多久 柯P一定做得继续做嘛 这个核心人士在外面 再逃 同案被告再逃 柯P就不要出来了 不是 现在讲说柯文责 现在坐牢满一个月了 满一个月别人讲说 他应该是灰心上色啦 非常沮丧啦身体不舒服 他越观越坚强 头发都变黑了 然后呢 他腰杆也打直了 他说在牢里面呢 你不要够什么东西 你也不要够什么菜 给我什么 给我书 他说他这一个月 看了四十本书 他连里的哈特的战略论 都看完了 柯文责是我认识的 顶着教授的这个头衔 人文素养最差最差的一个 出乳无闻的草包 这假的 这个我不要去讲别的 他这本战略论 战略论 是一个英国的军事学家 写的啦 叫李达哈特 你看这边是 我在民国七十年 真乙的书 真的我在民国七十年买的书啦 我在我告诉你这本书多难 你知道吗 这是一本军事思想的书籍 要看完的话 全部看到懂的话 要一两年的时间 真的假的 过去是国军军少将必读 只要当将军以上的人 规定一定要读这本战略论 你看蒋中正自己提的 对战略论 把书里自己提的 提的词在这里面 这都重要一本书 他一个月读四十本 他这个大草包嘛 根本看不懂嘛 你知道吗 这个书多难啊 对 他说他不但看了战略论 他讲说 他还看了整个所谓的 心智操控 还看了什么 人工智慧在台湾 还看了什么 二十一世纪诺贝尔物理奖 化学奖 生物奖 生医奖 这个经济奖的 所有的综合版本 他不可能念那么多书嘛 怎么可能呢 我刚刚讲的 别人我不敢讲 就我读过这一本 战略论 我读过这一本 他要读完的话 最少最少花一年以上时间 那个里面有多少 将近有很大的篇幅 在介绍全世界有名的 战史的地图 对 军事地图 你看不看得懂啊 从哪里打哪里 对 每一个攻击路线 跟防卫路线 重大战役的介绍 因为战争很重要 要知战之时 要知战之地 你如果没有把地搞清楚 你就不要讲 你懂战争 所以说他说他40本书 他怎么可能读完嘛 他根本是一个草包 连到坐牢都要骗人 他吹牛自己很有学问 我非常确定 他绝对看不懂这本书 什么 我本来想 他一个月看40本书 我都对他重敬起来了 这就是故意要说谎骗人 讲一些话来骗小草嘛 还要装点自己的 台大医学院教授 这个破烂身份嘛 是一个草包 好 吴董 在我们节目里面 你又讲三个月前 你又讲 找橘子 找橘子 为什么没有约谈橘子 我想说橘子是谁 就算一个小秘书 我们跑那么久的政治 每个大人物旁边 都有一个小秘书 这个小秘书有这么重要吗 搞了半天 他真的很重要 而且他真的感觉 吼柯文哲 而且你说柯文哲 在开会的时候 时间到了 一般来讲我们时间到了 秘书早把门打开 秘书静悄悄地站在旁边 大概大家就知道了 他就快 如果真的不行 他快去看看手表 你说橘子一进来 直接跟柯文哲讲 阿伯 时间到了 我想几件橘子跟他 我是他的好 就是他们同为 同为幕僚的时候的一些故事 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刚刚讲了一点 他就是 他负责管这个行程 管行程 外宾也在 外宾在里面 然后他就冲进去 把门打开就叫 阿伯 时间到了 这个不礼貌 柯文哲听完的反应是什么 是什么 马上站起来 站起来时间到了 散会 大家全部傻眼 突然就变散会了 讲了一半是散会 就是散会了 这很不礼貌 我再强调一点 我算了一下 因为我跑柯文哲 跑这个民众党 真的出乎我过去所有的经验 跟这个想法 我跑了三四六年代记者 我没有听过这种事的 这只是小菜一盘 还有后面 还有位主的这个样子 第二点 因为他后面 在这个市场市有很多实习生 实习生后面都有背景 那他带来实习生 就是刚刚事从讲 在里面喜闹 在办公室里面玩 闹 吃东西 吃东西的时候 那些小鬼 看如果就买了这个 买了红茶 买了这个泡沫红茶 就直接也不管柯P 里面是不是有客人 就冲进去 说阿伯来喝红茶给你 那个市习生都是公子哥 就冲进去了 这没有规矩 从都没有规矩 那就柯P讲 就是他的军机要地 对 他的军机处 然后再讲第三件事情 举止的事情 台北市政府 跟澎湖县政府要交流 对 结果突然间 两边总务要对口 对不对 突然澎湖县政府的总务 打电话给台北市政府总务说 有一个许小姐打电话来 说要放他的桌牌 我们没听懂 他把我们骂了一顿 举止的 他是谁行 他要放桌牌 他打完大伙 这还没关系 再讲一个 他的一个另外一个临性幕僚 知道吧 同回办公室临性幕僚 也是他的核心人物 打电话就帮柯文哲安排了 跟杨文科县长碰面 杨文科讲第一次碰面 第一次碰面之后 然后你知道柯P怎么干吗 柯P就告诉杨文科 就告诉他下一次 下一次 我们安排这种见面的话 举止安排 结果搞杨文科干嘛 你知道吗 杨文科就打电话给这个临性幕僚 你是离开台北市政府 怎么窗口变了 我还是在这边盖着 他不知道他的窗口已经换掉了 对 就换橘子了 所以橘子嚣张不得了 但你昨天不是讲说 就是因为橘子到处吵架 被柯文哲赶走了吗 人员超坏到处骂人 他不是吵架 你搞错了 他不是跟他吵架 他骂到处骂人 骂人 但是他到了禁总之后 选举完毕了 你知道吗 就开始就发生一些事情 就好像橘子对某一位 对某一位同仁的印象非常好 那这印象好的同时 他们某高层也对那位 这个那位小姐印象非常好 所以搞得橘子结果被赶走了 赶走了 看起来是橘子踩到铁板 被赶出门了 所以吴头 该讲的 今天港天舞伙伴名 朱雅虎跟今天李文忠 两个人同时提出抗靠 一个刚刚讲的部分撤销 把你发回更审 另外一个 我把你直接驳回 就代表你坦白从关 抗拒从业 而且李文忠的罪已经确定了 这个法院有四个字 叫做法官新政 法官的新政 在地院的法官认为 他有逃亡 他有串供 他有家人在国外 他家人还有自产 这是法官的新政 那高院的法官认为 什么新政 不具体 三个字 解决了 你地院讲的这些 要压他的理由 都是你的新政嘛 你有你的新政 我有我的新政 那高院为什么会有这个新政呢 当然你在提出要 这个要申请这个 要申请抗告的时候 那一定也是 减附了相关的资料嘛 那我包括 我认为 我认为北柬的相关的这些的 所谓的那些的 所谓的调查的 调查的犯罪事实来讲的话 包括沈进金可能之前的一些的侦查笔录 都有可能是这个 这个都有可能是律师可以去调阅的资料嘛 所以他有可能减附了沈进金资料在里面啊 对 所以在这里面来看起来 然后这个东西 朱雅虎已经不重要了嘛 所以换言之讲 我认为 这个就是一个 所以你说朱雅虎不但是坦白从宽 靠聚从源 更重要的是 朱雅虎你现在工作的东西 你已经不重要了 现在重要的是在沈进金身上了 对 他根本认为 因为沈进 因为这个 这个抗告为什么他会发挥的 会成功的理由 因为他这个抗告是在 他扣押111亿的 土地之后的抗告 对 所以他这个抗告之后 换言之讲态度已经改变了嘛 这个 这个翻天印打下去 扣你111亿以后 沈进金的态度改变了 你觉得沈进 当然改变了 朱雅虎改变 你是说因为沈进金的态度改变了 朱雅虎就不重要了 朱雅虎态度也改变了 所以你从这里可以感觉到说 沈进金的态度改变了 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在 土地扣押之后才发生的嘛 那所谓的要逃亡的具体跟不具体 你不会逃亡了嘛 你土地被我扣押 你逃亡个鬼头啊 你去逃嘛 你逃到哪一国 我就不管你 你偷得新冠银行爽歪歪了嘛 对 土地给你拍卖掉不是刚好 所以情势做了 这叫做 这是另外一个法律名词啊 叫做情势变更嘛 你说朱雅虎现在这些东西 都可以适用在这个沈进金身上 因为你也不可能逃亡了 因为你的土地被我扣住了 对啊 逃亡个鬼头 他不是 他现在反而要去当 反而当污点比较重要嘛 对不对 从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李文中到今天为止 还没有投降嘛 对 李文中还在那边抗拒重言嘛 当李文中的案情 有变化的时候 所以我刚刚在谈 在看到这个 在这个裁判文之前 我的判断嘛 我认为北俭掌握了 绝对的主导权嘛 对 所以他不急得 不急得去征询这个沈进金嘛 反而倒要急得观察李文中的态度嘛 那李文中的态度从今天看起来 跟他收押的时候的态度是相同嘛 他没有招 所以可能还要再 你要知道 可是你要知道 那个监 那个看守所的墙壁 的体感温度是几度 你知不知道 几度 是50度 他50度 李文中能够撑多久我不知道 对 但是早晚会招 因为很多具体的事实 已经从外界不断地浮上他身上嘛 包括最近去查的所谓的 这些政治现金的问题 都跟李文中有关系啊 所以李文中赖也赖不掉 有重望基金会 赖也不掉 所以你说今天去查重望基金会 就是给李文中施压了 都是李文中啊 这个包括那个什么 木可公司 全部是李文中干的 那另外他那个部分 还有一个严重的叫做 就是重金的背信罪啊 这个也是他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啊 他搞什么东西啊 李文中啊 李文中到现在为止 他是根本无法解套嘛 那李文中跟这个柯P之间的 这个的两个互动关系 那当然是李文中要去 当物点证人嘛 那李文中这个人 他也不可能去陪他 他也是快六十岁了嘛 六十五 他也六十五岁了嘛 那他如果 他可以减免二分之一啊 对不对 如果十年的话 他关过五年 然后假释一下 很快就出来了 对 至少七十岁还可以出得来 对 七十岁出 有可能七十多岁了 可是柯P就搞了八十岁了 对不对 所以他怎么可能 跟他搞这个玩意儿 所以我认为李文中也会软化 也会投降 但他这个之前 我从这个朱雅虎的 这个新的财定文来看起来的话 有机会 有机会交保的情况之下 这是一个 沈静晶的先行指标 我看沈静晶下个礼拜 应该交保有望 现在跟他讲 现在沈静晶 这是刚刚司宗讲的 他以前写过一本书 这个是小省年纪的时候 这个当倒大的时候 突围 像命运挑战的经营战事 他现在居然用这个东西 去威胁台北市政府了 他当时写这本书 后来被台北纪念书起诉 他里面写了一对 他自己犯罪事实 他忘记了 灰头土脸 这是这本 他的自传 但我刚刚简单看了一下 金华城的地基 大家不要担心 是全国最深的一个地基 地下深度85公尺 它的深度比超过101 所以他用原来这个概念是对的 是对的你知道吧 但是因为你的深度 它的深度比101还深 它地下深度是85公尺的地基 85公尺地基什么概念 我现在讲给大家听 与台北市的地质状况 因为我是学旷野地质 大家多好懂一点 大概在60公尺左右 我们就会打到西中 打到沿盘 沿盘 就会打到沿盘 所以他这个已经打到沿盘 这个基础是稳的基础 但是你突然间 上面拆掉之后 就空了 就它本来这个基础 在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 下面是一个四四 下面是一个稳定的压住的东西 但是它靠什么压住 靠上面的建筑物也要压住它 这整个才平衡 力量才能够平衡 否则的话 你现在上面没有了 只有这个基础的话 你旁边这个地 我们这个地是有地心引力的 撑不住吗 不是 你旁边的各四面八方的压力 会往这边压缩回来 所以地基会垮掉 所以它必须要它盖到一定的楼层 盖到一定的债 配重 那个债重跟配重 足以把它压住 那就平衡了 这个在工程学上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这个地基 本来就可以用几百年了 这是OK的 你知道吧 这个是很好 所以它用这个方法是节省了 节省了很多的 节省了部分的工程费 还有一个 它现在帮它执行工程的营造厂 是谁 是华雄营造 华雄营造是日本的雄谷主 是TOKUMA TOKUMA是日本一流的建筑公司 它的营造工程绝对没有问题 比台湾好太多 它们是世界级的营造公司 因为小沈当时讲过 我不会给中华工程去做这个案子 它专门找日本的华雄来做的话 它盖出来的东西就是世界一级的东西 那现在怎么办呢 那现在你就打不了它了 不 继续盖嘛 继续盖嘛 它会有一个问题的 因为华雄也不可能融资给它 对 所以它将来也要付华雄工钱 营造厂也要付钱的 不是说继续盖 盖要钱的 它总共这个案子里面 它当时买地买了372亿 对不对 然后它总共拿这个地 跟新光银行只借了150亿 借了150亿 这150亿它还给了前面的 这个中华开发 当时欠了累积的货款 大概是七八十亿 所以它手上现金来讲的话 不是很多 大概只有省上现金我认为 大概几十亿 但当时又买这些所谓的 买这些融资率的时候 它又付了几十亿掉 因此这全案剩下现金应该不多 所以它迫切的急切的需要 需要能够申请建筑融资 建筑融资它现在不可能申请 因为扣押了 土地被扣押了 它一定要解扣押才行 我先问一个 这小子会妥协吗 不不不 你听我讲 不是小子 我问你第二个问题 就是小省会不会妥协 对 那我问你很简单一个问题 台北地检署在这个小省这个部分 跟小省 我们讲三个人 沈青金 李文中 还有这个 朱雅虎 柯文哲 朱雅虎不重要 柯文哲 这三个人中间的整个的 这个所谓的侦查的主导权 到了台北 到了北检手上没有 到底是北检在主导 还是柯文哲在主导 你要告诉我 那谁在主导 我当然说北检先拿到主导权了嘛 北检拿到主导了 因为北检已经一个礼拜 快将近一个礼拜时间 没有传 没有传沈青金了嘛 对 他传沈青金去问吗 没有 为什么不传 为什么 他等什么 他在等李文中这边的爆破嘛 李文中这边新房一破掉 那就变成第二条线 开了第二条线出来 李文中可以提供出来 柯P收钱的那个对接的另外一方嘛 比如我刚刚讲 众望基金会 我怀疑我高度的推论是那个1500万的资金 就11月1号15001500万 因为我们从这个 从这个 从这个嘉义的陈董 那个300万跟王立宁那个 那个不知名的金额 都出现在USB的上证上 所以那个1500万是确定的 确定1500万的事情 他拿了1000万去登记了众望基金会 所以那众望基金会负责人是谁 李文中 李文中嘛 所以李文中第一个就要面临到 你到底有没有拿1500万 对 你拿1500万谁给你的嘛 对啊 那个朱雅虎是不知道了嘛 朱雅虎还在李文中电话里面 骂小省太小气嘛 所以他不知道有这个1500万嘛 对 所以你就知道李文中可能他们是直接 或是柯文哲直接对接到小省的本人嘛 那这个部分就是第一个勾兑就成功了嘛 对 所以目前他现在检方手上的筹码 他有多一个筹码 他一定会不会急得要让沈金金出去嘛 现在想出去的是谁 是小省想要出去救企业嘛 对 检方急个屁啊 乖乖在里面睡觉 愿蹲的嘛 所以检方不急吗 检方为什么要急呢 是星光银行的代表人嘛 所以棒打老虎鸡之仇 现在危机要用台北市政府的这个安全来威胁我们 可是建金也就是星光银 在后面想要吃掉这块土地 他们的合约里面一定有这一条 当你不能弄的时候 我有一个保证完经公司条款 由我星光银自己来负责处理啊 星光银怎么 而且是信托的啊 整个土地现在是全部 信托是什么意思 登记谁的名字 对 登记的名字 你去看一下所有人 你知道到网上去 现金公司 不是建金公司啊 是星光银行 星光银行 当然是框到了嘛 全部在银行 在这种大笔的贷款里面 不会给你什么客户留什么余地的 没这回事 名字也是我的 建金也是我主导 通通都是我监控 我随时来可以抽你银根 这是银行的一贯的做法 所以如果这个案出问题的话 星光银行发大财啊 对啊 星光银行就来给盖完了 星光银行怎么 他根本没有布悬位 他不急嘛 他很凉的跟你玩这个事情 但这个事情不会发生 因为小沈是个厉害角色 他一定会再来救他的案子 所以我刚刚解释了半天 就是说 沈金金多睡一个礼拜 或是多睡两个礼拜 那个是检调在整他嘛 检调为什么急着跟你谈 你自己去想啊 我以为你该讲的我已经讲完了嘛 所以他后面的一个更可能的东西 我觉得目前北检在等李文中 李文中如果今天投降的话 那个出来的东西就刚刚好 就是跟小沈对接 这两个对接的时候 因为有一个东西我们要知道 第三者就柯文哲 柯文哲在任何情况之下 有没有可能认罪 不可能 绝不可能认罪嘛 所以他检调的侦查目标很清楚 一定是从所有的侦查的犯罪证据里面 所创造出来的客观事实 让你法官轻松可以判罪 或是柯文哲认罪 但是柯文哲认罪的可能性不大嘛 认罪下去就是无期徒刑嘛 怎么可能认罪 所以柯文哲不会认罪 那就必须要靠我检方 所有的查出来的犯罪事实 要具体到你无言以对嘛 然后法规很轻松能够判下去 然后这个时候要怎么做 这时间才在哪里 时间在北检手上嘛 现在才多少 才双十节十月十号 他九月五号才刚收押的 他就没有把它压到什么时候 他把它压四个月嘛 四个月到什么时候 九月 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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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 他压到十二月五号 还不急嘛 所以柯P慢慢在里面蹲到 不知道 这个第一开始就这样设了这个局的 你非吃不可吗 我觉得柯文哲没这个知识耶 他这个饭桶嘛 他哪里懂这个蓝松山开发计划 因为那个地区等的指引是我们 因为我家原来住松山啊 对 那个地区我们叫做 那个蓝松山也是我们的这个 所有的成长的范围之内 对啊 那个是个老社区啦 确实 不要讲得对 你那么大的量体 要开发出来的时候 对整个所有的交通的冲击 是非常非常大量的冲击耶 你要多少上 他盖的是一个什么 他盖的是个办公大楼 对 办公大楼有早久晚午耶 他不是人租进去都在里面睡觉 不出来 不出来了 我现在听到不要 这个要这样子 那柯文哲 不是搞死大家了吗 他柯文哲就是无知的力量嘛 他只想要搞钱 他不懂这个事情嘛 所以他里面有几个短大包天的人嘛 因为我在小省拿到560的时候 我跟他见过面嘛 我用560的时候 我还觉得蛮合理 因为一般桑山560 对 就是说或是这个类似桑山 桑山特 这个还可以谈啊 监察院的报告里面就讲 桑山特里面560就是紧绷了 任何比560更高都是不合理的 对 桑山特本身也有可能是300 有可能是400 有可能是500 看个案的评估啦 他那个乱搞一通的去搞 他送他20%容积率 那个是完全100%违法嘛 这是这个黄珊珊讲的啊 你看说25条 我市政府就有权利啊 我这整个评估完了之后 我就给你840 可是我旁边还可以给一大堆啊 因为那是整个开发案 全面性的一个蓝松山的一个 一个繁华的一个计划 拉这个恶搞的 你突然间汗地拔冲 搞了一个建筑物高高的800字 然后旁边破落户 那怎么办 那这个压迫到整个环境的发展 你知道吗 因为这是我们在做土地开发的时候 因为我在台开做的 都是大面积土地开发 对 就是专门怕这种东西 所以要平衡感你知道吗 环境的平衡感 结果他给他送的容积的概念 就是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的一些什么 一些的什么绿化观念 所以乱搞一通 我觉得柯文哲主要问题是 他的无知 他对他当了八年的市长 他对都市的认知 有非常非常落后的一些 很差劲的知识不足的现象 部长 你怎么都没想象 柯文哲怎么会走成这个样子 不 我觉得这是本质的邪恶 本质 本质的邪恶 因为我曾经跟他有一次 在选举过程中私下对谈 我介绍他 我说你是这个台大教授 我说因为谈到台大教授 他提起我 他说等一下吴董 他说我是台大医学院教授 特别强调这个 对 我因为这不一样 台大医学院教授的位阶 跟台大教授 是有一个相当大的落差 因为那是世界级的 因为台大教授很多 他多贵 我多贵 台大医学院教授不是很多 他已经是世界国际知名的 叶克勃专家 你要知道 他在医学上的成就 大概是近20年来 这个台湾大学里面 或是在台湾医学界里面 能够到世界国际上 能够有人会听演讲的 只有柯文哲一个人 所以他到大陆去如鱼得水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大陆对这个整个的 这个新 这个叶克勃的使用 那完全是他一个人搞出来的 这是我要先介绍他的医学的这个成就 那第二点来讲的话 他的家庭教育跟他的人文素养 奇差无比你知道吧 我前两天解释过 他说他看很多书 他根本都看不懂了 他讲话 他曾经私下在那边 骂他的那个 骂他战狼小姐姐 我们看到他就是有骂脏话 对 他的口出妄言啊 已经不在话下口出脏话 你知道吧 这就跟我们在 跟我在直播的时候差不多 你知道吧 那我们是搞笑过 他是生活习惯讲脏话 你知道这是烂咖嘛 然后第三点我告诉你 最近我瞧不起他在哪里 品德啦 为什么 我最近看他最近这两天 新闻登出来嘛 把几个台湾的大咖 都搞到北检去了 对不对 那北检去了 我就发那个奇怪 我就开始做一个研究 因为他这个大咖里面 跟他募款了 就是300万啊 150万啊 还搞人头210万 共用一大堆对不对 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怎么回事啊 然后我就去特别查了 其中一笔有一笔 有一笔是什么 叫做党主席的党值分担金 是他个人要捐给党 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分配 他一般的一级干部要一百万 那像那个橘子就捐一百万 橘子是耍屌就捐一百万 老娘有钱嘛 对不对 然后他就等于说 他先去 他先去干什么 他割小草之前 把他身边的这些草 韭菜先割一遍 先全部割一遍 那个恶劣到几点 结果发现他那个党值分担金 那个150万的时候 发现多妙你知道吗 还有300万是多妙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他跟小省 已经完成交易了 拿到钱了 他手握亿万财资产 还要去勒索他的员工 叫逼着他的员工 去外面化缘行企 卑劣无比 昨天大家非常惊讶的是 你的高院都已经发挥 跟省了 所以我们知道 从郑文燦的例子来讲 地方法院比较是放人 今天真的要压人是高院 就刚刚颠倒过来 是高院要放人 结果那地方表白 你压住了 压住了以后 我觉得最妙的是 照理想以主角过来讲 我们压人就是你是重罪 五年以上的重罪 第二个就是你有逃亡之余 你也不是重罪 你也不是逃亡之余 我讲得很白 就是你坦诚的行贿金额 跟范围 跟我现在的卷证 跟我的资料 还有共犯证人的陈述 你还有一些疑问 这个疑问 现在很多人讲 因为USB找到了 因为USB找到了 越来越多的证人进来了 我USB找到了 越来越多的证人 我开始资料越来越多了 搞了半天 猪牙虎就越来越难跑掉 而且从里面也可以看出来说 整个柯文哲要钱是捐低不弃 什么钱他都要 吃相真的很难看 我先讲柯文哲的吃相的问题 柯文哲他这个 他有一个模式 模式 他这个模式是这样子 比如说他认为 以他的价值观里面 认为任何人跟他交往 都是要跟他交换 所以他有 就被人 比如说我去找他 他去找我 我们要谈一件事情的时候 比如说我捐给他一百万 一百万之后 照讲是只是很诚恳 像民进党很多众 就是为了理念相同 就捐你钱 可是柯文哲不是这样子 他会问你一个问题 他说安天 你有什么事情 我可以为你服务 那我说啊 没啦没啦 没有什么事情 他会紧追的问 紧追不舍问你 没关系 你就告诉我什么事情 以后有机会的话 你们这边有什么缺的话 可以跟我 我们来介绍人 对 我们会 有一个大概 虚应故事一番 那他的认知是什么 你知道吗 提出要求 你要跟我交换条件 但这个东西 他还没有 他并没有交付 对 他还没有去交付这个条件的时候 他认为已经平手 营获两气了 因为你给我开口了嘛 对 所以你只要跟他开口的人 都比他低下一等 你知道吗 所以他跟任何人交往都是这个方式 所以他的概念永远在交易 他永远每一个都是交易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说 他这一次的这些人都出来 名单都出来了 其实都有一个特性 都有中间人 那个中间人 都是他的干部 都是他的同仁 或他的下属 对 因为他的下属为什么 他认为下属拿他薪水 就要帮他去募款 帮他去做坏事 哪有这种事的 他是这个概念啊 不然为什么 你看看今天为什么周芳如跑出来 对 周芳如是他早期的 第一次的技术报告主任 周芳如先生是台湾有名的音乐家 曾经也要推荐 要去当这个台北交场乐团的指挥的 周芳如是一个 这很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一个人 是他当时派到去帮他筹备 台拨的第一个负责人 所以当然是周芳如去募这个300万 非常非常负责 所以一直到最后 你看陈董 陈寅祝他们出面以后 就追到周芳如了 所以我第一天我知道 我知道不是举止 我知道是周芳如 对 那周芳如就讲出来了 那300万是他去接头的嘛 其实到现在我都怀疑 到底陈寅祝 柯文哲见过面没有 我都这点我都很非常保留 可是他为什么记下来 因为他找了很多人去做 重复的事情你知道吗 到处要钱 到处要钱 太多了嘛 因为他是大小通吃啊 50万 100万 200万都拿的嘛 你说他是乱枪打鸟 他要搞清楚这把 这个鸟是谁拿吧 然后搞清楚 他更恶劣的 他就连这个陈董旁边 这位邱兄啊 邱先生他也把他记起来 这个很恶劣嘛 对吧 那个人是我认识的 人非常好啊 真的 他很高兴的啦 是个君子人啊 这风平 地方风平非常好的一个人啊 对不对 跟我们年龄都差不多嘛 他虽然是说 他连这个都扯 我今天给你钱 就是我为了省麻烦 你不要来纠裁我 我是拿钱来打发点 结果你还给我这个所谓的 巨细迷一记下来 来找我麻烦 对 然后后来 据我了解这一次 北俭在查这个事情的时候 其实不是在查钱 是在查柯文哲的人脉关系 为什么查那么细 你看周芳如也出来了 包括这个 包括我们这个 邱青章兄也出来了 是他查人脉 他查人脉 其实他有个规格 你看到没有 他在认识的人 你就给我起跳 两百一十万 对 你就给我搞到台北 搞到民众党部 民众党部 所以说北俭是借势借端 北俭是利用这个机会 去探柯文哲底的 把柯文的人脉 通通掏清楚嘛 因为为什么 我们不是谈过 所以你说北俭是 政治侦查 也不是政治侦查 因为北俭他要搞清楚 你到底柯文哲到最后是 他到底藏钱藏哪里 是谁帮他做什么事情 他当然全部要搞清楚 而且你要注意到 这个案子 为什么办的中间 有一点困难 你发现一个是 真正启动侦查 是520以后 520以前的时候的柯文哲 为什么那么自信 你知道吧 对 为什么 因为蔡英文的政府嘛 北俭没有动啊 蔡英文挺他 蔡英文挺他 北俭没有动啊 对不对 我现在这两天 反过头去看 我就看懂了嘛 蔡清祥当部长嘛 你记不记得 对 蔡清祥当部长 那个时候的柯文哲 跟蔡英文见过面嘛 对 所以黄珊珊 他有价值嘛 这个当时 在520之前的时候 这个案子已经骂得沸沸扬扬 媒体在报道嘛 柯文哲四月份就告我嘛 蔡英文挺他嘛 不告我访案名誉啦 对 因为我说要贪污啦 所以他四月份敢告我 他很硬喔 因为他里面 他有来顶五郎嘛 他那时候 那时候的法务部有 所以为什么 部长 这个正部长 第一个接手过去办的时候 人事全部大调动 对 大调动完的时候 他第一个动作 他找谁来办这个柯文哲案子 你去找哪个单位办 廉政 廉政署 不找北极署 不找台北市 不找调查局吧 因为调查局的中间 有蔡兴祥他们的力量 还在里面嘛 搞不定嘛 所以这个是廉政署 跟北检积极下去盯的嘛 所以这里面也有 所以你说当时不找调查局来 不是为了这个担心 他来抢公司代表 他朝中有人 会在那边搞鬼 他中间一直走漏消息啊 520之前 所以他多自信啊 他在门口就讲话 他你们真的要这样搞吗 我是第三大党的党主席 对啊 他为什么 哪来的底气啊 难怪橘子会跑掉 对 我就要讲 下面就告诉你 橘子为什么会跑掉嘛 橘子也可以被禁管的嘛 有人要放纵放他嘛 那放人是谁呢 因为你要知道 因为后面是 他是阵风处 加上这个廉政署合作进去的 那个力量还是没有原来的 那个调查局力量大嘛 所以他们中间有断层你知道吧 所以这个办的过程 为什么柯文哲那么样的嚣张你知道吧 就是他知道他有人嘛 有人一直给他通消息啊 对 所以他现在他强势的不得了 但是现在他拒绝征讯 看到没有 对 他知道线断了 他知道他的线已经断了 没有了 他的靠山倒了嘛 对 你知道吗 靠山倒了 他就说了 对 所以现在他就面临到 可是橘子已经跑掉了 对 他叫橘子跑掉了 所以应小威跑掉 橘子跑掉 不是沈庆金有通天的本事 是柯文哲 当然是柯文哲啊 为什么应小威被逮捕 为什么橘子可以走得成嘛 这两个同时的事情背景不一样嘛 因为应小威先被禁管嘛 对不对 那两个应该同时禁管啊 应该挂线早就挂线啊 对对对 那表示他在520之前 没有挂线没有禁管嘛 但是520之前是谁在办呢 同样是北检嘛 对不对 同样是北检执行 那侦察官是谁 调查局跟这个廉政署 跟正风重复在一起 互相争攻嘛 互相泄露消息嘛 一直到了这个新的部长上台之后 总正名先上来 重新筹组嘛 所以成立一个端组嘛 对 然后就利用他 这民间原来自己当过廉政署的署长嘛 用他自己的班底下来办这个案子 才开始有突破 不然的话我跟你讲 就被搞死掉了 蔡英文这个赖金者就挂掉了 对 所以举止的跑掉这个事情里面 大有学问在 是有人通风报信的 当然是通风报信 不然他怎么会走呢 对 他哪里不走 他这个时间刚好前一天走 刚好前一天 而且他跟刚好应小微同一天 对啊 而且那时候也 所以应小微会被 会被监管通知啊 那他没有啊 对 对不对 这就是摆明着有人重放嘛 不是 而且后来讲说什么 他们现在讲的消息是说 橘子这个人 他隐秘了 没有人知道 可是昨天不对哦 昨天黄伟汉在我们节目讲 你只要对柯文哲 稍稍做过一点功课的人 你都知道橘子很重要 我在4月25号 就公开在我的直播 我跟你的节目里面讲橘子了 没错 你早就讲橘子了 我早就公开讲橘子了 我公开讲过这个事情嘛 因为我问过沈静 沈静知道橘子 到过他那边 我完全了解橘子 在中间跟沈静晶见过面嘛 那沈静晶会随便去跟柯文哲 旁边人见面吗 难怪北剑这个案子 现在办得里里浪了 到现在为止突破了 我认为到现在 因为廉政署后来慢慢慢慢 我看起来廉政署到后面的作为方式 已经慢慢整理一个头绪出来了 看起来是有模有样 而且目前来讲 其实只剩下最后阶段嘛 最后阶段就是很简单嘛 就是李文中能够压得下来 这是个大事啦 因为李文中一开始 你看到没有 你就是越来谈一谈 越来又放他回家 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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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扮得里里拉的嘛 这中间力量多大 李文中早就该压啦 他为什么到后面 到现在才压 李文中现在压 跟前面压有什么不一样 施政没有改变了 没有改变啊 完全没有改变了 上一次就可以压嘛 所以一直施在后面 确实他后面有政治的角力 为什么我敢判断说 一定是礼拜五上五六点 都到他家去串门 对 为什么到时候 因为礼拜一 立法院开始开议了嘛 立法院一开议 政治力就进来了嘛 丰容而至嘛 你看立法院一开议的时候 他们今天还在那边演讲啊 还在搞司法迫害啊 挺贪慕 在西门低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柯文哲跑出来的话 那这个国家会变什么情况 乱了 赖清德总统还能当得下去吗 当不下去了 这不得了的大事情 今天赖清德进行了国庆演说 国庆演说以后 有几句话把我吓死了 他讲得非常失败 越讲越白 他讲我们要感谢一代又一代的 国人同胞同舟共济风雨同行 现在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澎机马 落地深耕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民主自由在这块土地成长 茁壮中华人民共和国 无权代表台湾 气到马英九 我不参加了 马英九本来就不应该参加了 主要我们要关心的应该是 这个北京当局跟国际上的反应 那这一次是等于说赖清德总统担任总统以来 第一次的国庆演说 对啊 正式的国庆文告 然后点出了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根本就跟中华讲 我们一人一家台公马书一人知道了 你的事跟我的事是两回事了啦 再重复一遍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互不隶属 第一次的正式的国庆文告 无权代表台湾 当然当然 当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的2300万人 这是个事实 他只是迅速这个事实 所以吴总统说你的整篇来讲 这句话最重要 所以这个因为目前来讲的话 这个两岸关系是全世界所关心的 那我们在台湾的议题里面 他当然铺陈了非常多啦 但我觉得他这一次讲的是 有这一次说法是最完整的一个说法 而且也讲的是比较平铺直序 并没有挑衅的意味 这还没挑衅吗 但是我身为一个 就是说过去的民进党员 来看这个事情的话 我认为蓝星的总统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怎么进步 就是说民进党的 目前的党纲跟党章里面规定 有关这个主权论述的最重要的文件 是台湾前途决议文 那决议文内容大家都知道 台湾是一个主权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它现在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 台湾的国民要做任何的改变 要由全台湾所有的人民 共同来决定 所以说这个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现在他已经在这边 并没有重新的在论述 现在已经不断地在今天演讲中间 凸显出中华民国的存在的事实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移动 就是从台湾前途决议文 逐渐地移动到中华民国 因为这个才叫国家的名称 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所以你说以前蔡英文还讲 那叫中华民国台湾 起码连台湾都没了 你他还讲今天你对这块土地 你爱讲台湾就讲台湾 你爱讲中华民国就讲中华民国 你爱讲中华民国台湾 就讲中华民国台湾了 蔡英文本身是从这个职业官僚出身 而且原来是国民党的专业幕僚 到民进党 可是赖清德不一样 赖清德是一个 完全是一个土生土长的 民进党的党员 民进党的台湾主权论述 是经过非常多的 不断的斗争的情况 跟配合国际形势 跟内外部的局势所改变 而产生出来一个论述 那今天这个论述已经看到了 中华民国已经被凸显出来了 这代表了就是说 已经有一个台独的今孙 有一个极端台独的 台独的所谓的务实台独工作者 愿意用这种方式来 来介绍他自己的国家 这个是一个往一个和平 跟好的方向的发展 都什么时刻了 柯文哲还有内线 柯文哲还有消息 第一个你橘子居然可以比 应小为更早一点跑掉 第二个就是刚刚才提醒说 原来不是应小为要跑掉 是连柯文哲的老婆 陈沛琪都已经买好机票 准备跑到美国 甚至整个制谣公司的结束 都耐人寻味 我们要回头去看 当时柯文哲跟蔡英文 见面的时候 谈了两个小时 吃了水饺 然后他带了周一休去 对 对不对 然后相谈甚欢 我要跟大家爆料一个事情 不是爆料 就是把那个 有一个遗忘的新闻 跟大家分析一下 当时民进党的第一个版本 蔡英文主张的版本 就是游习坤当院长 黄珊珊当副院长 对 然后巴习合作 那当时的 那当天在谈的东西 就是蔡英文主导 然后柯文哲两个 其实不是在谈什么 未来的台湾 是谈立法院合作的案子 这个案子 虽然当时赖清德是 总统当选人 但是他职务还是副总统 所以主导者 还是由蔡英文负责 对不对 而蔡英文是比较 希望游习坤能够接的 所以杨英文态度很积极 看起来都一个人在积极 因为 所以两头马车 其实是不完全不太一致的 所以那我请问你 那如果当时的情况之下 是蔡英文 是民众党跟民进党合作 主导这个立法院 就是 那是代表什么 就是 绿白河 就是绿白河 国家安定联盟 对 那就是绿白合作 所以当时的柯文哲的心态 是快乐的 所以他的太太去谈 这个春风什么晚上 晚风 晚风徐徐 晚风徐徐吹来 然后他的心情 看小宅 看宗宅 看大宅 那个是有条件的 因为当时他已经 不会有事了 不会有任何事情 所以他才敢把钱拿出来 买东买西了 后来有 后来变了 最后产生变化 是在520之后的变化 520之后的变化很简单 他也吓一跳 他也吓一跳 因为柯文哲发现说 糟糕 这个已经赖赏出手 因为没有一个总统 在一天之内 换掉三大情治机关首长 对 就看见没有 调查局嘛 调查局 警政署嘛 然后北检 国安局 三个同时换 同一天换 对 我跟某一位 担任过高层的 这个警政首长的 这个地方政府 这个市长谈过 他说中华民国历史 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一天换掉 一天换掉之后 第二天就开始动手嘛 柯文哲就动手了嘛 对 所以这个事情 第二点我跟大家分析 我们在谈 在谈司法 对不对 都在谈证据 谈一大堆 在这边 蛛丝马鸡 每一项都依据 司法的条件来分析嘛 对不对 但是你认为柯文哲 是这样想吗 他不是嘛 他讲的是政治嘛 柯文哲要扳回这一层的 唯一的机会 就是搞政治嘛 搞政治怎么搞呢 就搞群众运动嘛 对 他现在无路可走 因为赖赏不可能跟他妥协嘛 现在两个人是 没得谈的嘛 不可能嘛 因为很简单嘛 柯文哲如果放出来的话 柯文哲比较大败呢 柯文哲如果你跟他搞一个背心罪 然后给他交保出来之后 他会不会退休了 会不会不搞政治 不会 搞到底啦 搞哪里 搞2028跟你干到底啊 因为你从现在民众党所有的动作 都是跟民进党干到底 今天不是讲吃和解饭吗 和解饭谁第一个兵斗的 民众党第一个兵斗的 就是很简单嘛 所以这个时候我告诉你 就是第三件事情嘛 现在整个民众党跟民进党的 政府的态度是核战的选择 已经决定绝对的战争嘛 拉高态势全面作战嘛 那这是谁指挥的 柯文哲在里面 在里面直接指挥 柯文哲还可以指挥 他拒绝这一区的同时 决定作战嘛 作战的命令下给谁 透过律师的律舰嘛 律师律舰下给周玉修嘛 周玉修是关键的人物 周玉修是真正的柯文哲 可以指挥的动的作战的总 作战的这个战术司令官嘛 对 所以周玉修的所有的这些作战 都是周玉修亲自到场嘛 难怪昨天说谎都不得不出来了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那为什么这两天开始 北极组合进场了嘛 那北极组合的态度 现在开始强烈 你就看他约 他约什么两名政商民流了 然后怎么征讯什么 彭正森 黄锯茂 你认为约谈彭正森 黄锯茂 有重要吗 我觉得不重要了 这都不重要嘛 垃圾时间 假动作嘛 这样要进化成案 只有两个人而已嘛 一个人是谁 一个叫沈建军要咬他嘛 就金流要咬出來 就巨大金流 巨大金流要咬出來 第二是誰 李文中 李文中知道他前場拉 我現在問你很簡單 李文中跟朱雅虎兩個對話 說210萬 對不對 朱雅虎說 我們小時候很小 沈慶晶很小細 這個不好意思 然後他來什麼 謝謝將軍 那我現在問你 那這210萬是到中央黨部對不對 那到了柯文哲手上沒有 誰能證明 一個人 李文中 那李文中現在他有 他如果證明這個210萬部分的款項 到了柯文哲口袋 自人口袋的話 那他變什麼罪 他變貪污制度條例的共犯了 他要判10年以上到無期徒刑 李文中會承認嗎 他就不會承認了 他當然不會承認嘛 那怎麼辦 因為承認的話 就算減免徒刑1 2的話 李文中也要關5年以上 那怎麼可能呢 那基本消費額5年 還有背信罪 那就不會招啦 所以李文中不容易當污點證人嘛 所以因此你看今天的辦案方式 他繞過去跟你辦背信 北極主進來辦背信嘛 對 那背信讓你先定罪啊 那背信定罪的木可能4千萬嘛 那個什麼 什麼縱望經驗會的 一年兩千多兩千多要花了不少錢嘛 這些這些雞雞歪歪的錢的一大堆東西 都是李文中接手嘛 對 所以先坐實李文中的犯罪事實 背信 先定案有一個犯罪事實以後 然後再跟你談 再跟你談判嘛 才有機會嘛 對 所以他從他案 他從這個背信案先突破嘛 對 先把李文中跟這個勾竄起來啊 那李文中還有機會去咬這個柯文哲 柯文哲現在裡面根本老神在在 他把他拒絕訊啊 他幹什麼 他每天在指揮周一周去跟你幹啊 跟你作戰啊 那北極有沒有壓力 當然有啊 當然壓力 因為法務部的預算 今天就不要想過啊 絕對不可能過啊 就跟你幹到底啊 那他拚什麼 他拚11月5號出來嘛 對 我要跟你講一個坐牢的道理啦 我跟所有觀眾分享這個事情 坐牢有道理的 當然有啊 看守所關的只有兩種行情啊 一種是出不來 一種出得來 出不來的人喔 沒行情啦 外面沒朋友啦 沒有抗爭的啦 大家回家各自去找新老闆啦 去找各奔前程啦 另外一個你有可能會出來耶 柯文哲現在給民眾黨的人 一個所有的途中 他會出來 他會出來喔 他會出來要怎樣你知道嗎 你以為不要想幹 黃河昌你乖乖乖給我聽話 不然黃河昌不聽我的話 我跟你們開除黨籍啊 那柯文哲除了民眾黨以外 他還有什麼對抗筹嘛 沒有呢 沒有嘛 所以柯文哲是絕路一條嘛 跟他純進盟嘛 所以今天如果柯文哲 11月5號拼出來的話 誰倒掉 可能賴倒了 賴賞就倒了吧 就現在賴賞跟柯賞 兩個人的對決嘛 決死戰 決死戰嘛 決戰 決戰11月5號 就是11月5號嘛 11月5號只要他能夠 這個柯文哲只能出來 他就變大尾 現在很奇怪的是 現在審計金在醫院裡面 沒有東京 現在柯文哲的電話說 我不要硬訊 後來真的不硬訊了 然後呢 都沒有他的消息 跟你說沒有 這是風雨前的一個寧靜 現在柯文哲幹嘛 他在跟賴賞 也就是賴欣哲中東 兩個人在對賭 對賭他11月5號能不能出來 而且昨天我們就看到 在西門站 民眾黨不是搞了一個群眾集會嗎 你說那個群眾集會 是柯文哲指揮的 他本來他要辦50場的什麼 司法不公的什麼開獎會 對 結果其實上個禮拜已經結束了 他們有一個大大小小 包括在什麼客廳會 搞五個人 他也算一場了 反正全國已經50場結束了 這個西門町這場是新的第一場 是一個新的開始 這跟他50場沒有關係了 他後面還有 就逐漸還要升高嘛 他還要升高 還要繼續拉高嘛 那這個拉高的命令 是從來傳出來的 當然從北檢柯文哲親自下的命令 他透過這個綠件的律師傳話 給這個周宇秋這些高層 你收押計件還可以下命令 當然可以 如果不行 收押計件下命令 還有人再重新 再被 為了下命令再重新再判刑的還有了 對不對 這個沒有 他是柯文哲嘛 柯文哲能夠活命的 唯一的機會就是抓到民眾黨 對 當然柯文哲跟民眾黨的關係越近 民眾黨越慘 可是柯文哲有機會會翻盤嘛 所以他現在就是要牢牢的抓住民眾黨 對 然後用民眾黨的力量來保護他 用司法不公的理由 取得所謂的正當性嘛 對 那這個東西當然是說 所以這一波 你看他 我為什麼敢 這是我的理解 但是你看另外一面 北檢跟這個 北檢今天的動作 是不是做得很大 很大 他就回應你嘛 北檢的電話是監聽的 你跟律師綠件講什麼 我通通知道 對 你跟律師常話傳個 從中能夠解讀 所以你在那邊跟我搞群眾運動 對 我就跟你擴大 偷偷 我都擴大偷偷偷 你知道要加強收押嘛 所以兩邊在鬥法 你看不出來嗎 所以北 還有另外一招 你說他搞了一些什麼 什麼李婉玉的爸爸啦 還有搞了一些 台北市的一些建商民流 你看他怎麼搞法 他分 他一批人可以一天約完對不對 對 他跟你說 這個現在北檢怎麼約法 一天三個 後天兩個 再後天五個 他一直跟你這樣搞啊 對 這樣跟你搞一個月 每天跟你搞啊 每天都有新聞耶 然後大家都看想像空間啊 那至於林治郎先生的這些東西 其實還找得很 後面還不會辦 所以我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吧 所以檢聯 檢調 或是這個 聯政署 三個單位 都在 開始在拉高對峙 修理柯文哲 柯文哲也在拉高站立 用他的名 用他的群眾運動 用他的這些什麼 他的這些這個 立委啊 還有館長啊 他通通一起在搞對抗嘛 那對抗的目的 我剛剛講的 是雙方都在搞對抗 那對抗的目的 當然是想要脫罪 可是這個可能性大不大 我認為柯文哲選了 這條路以後 很難 很難再返回了嘛 就 這情況會變怎麼樣 就會回到剛剛 就是 尾翰講的一個概念 就是 陳水扁的概念 出不來了 你叫出不來了 因為 你一個出不來的人 外面的情況 就會跟 其他這些會辭職的董事一樣 樹倒胡生散 跑光光 不是 你自己曾經講過說 柯文哲這是天才 他發明了一件事情 他把整個競選總部 變成洗錢中心 他把很多的黑錢 髒錢不能用的錢 我就透過選舉 用過政治現金 我用大家的捐款 我把你慢慢洗白 洗成乾淨的 我就可以處理了 本來以為說這個錢 只把洗成錢 我把你找到的地方藏起來 可是今天 從橘子家的 所謂的信託專戶 他才在 刻然發生一件事 不是 他可能不只是洗成錢 他有可能把洗成房子 洗成佩奇最喜歡的樣子 他只要把它存在信託公司 信託專戶 誰都不知道了 因為這樣 就是他有兩端嘛 一端就是禁帳嘛 禁帳的部分 就是把黑錢 髒錢 經過禁總以後 洗出來變成乾淨的錢 乾淨的錢是禁總啊 那變成他募的款金額 他怎麼辦呢 他就用開銷 用買發票 假發票的方式 轉到他其他的各方面去 其中一個是募可公司嘛 難怪他所有東西 都比他貴十倍百倍 所以他有 第二段就是消化 第一段就是說 第一段是進入 對 他是存入 然後洗乾淨 洗衣機洗乾淨 第二段是去化 那把那個錢要去化掉 去化募可公司是一個方向 還有一個東西啊 他購買不動產也是個方向 對 那購買不動產的話呢 我曾經在台開當過負責人嘛 這個叫做財產信託 財產信託 財產信託 基本上我們在台灣的法令啊 就有個人信託就可以了 就不用透過金融機構 就是個人跟個人 所以他就找那個橘子 這個家裡面非常有錢的人 然後自己名下已經被信託了很多資產 對 所以橘子有可能已經幫他 他藏立了很多柯文哲的不動產 那你外面看不出來 外面看不出來嗎 那檢查一查就知道了 可是第一層看不到 因為我們看到 我們查資產查什麼東西 查土地成本嘛 先查成本 那這一層成本是第二層的成本 因為你看到成本上面登記的是 某某是什麼 信託專戶 信託多少 什麼不動產做到哪裡 你看不懂 但你要把這個東西 要再往下追蹤的話 要得到的橘子的授權 親自的牽制授權 要信託專戶的授權 才能夠調第二層的成本 那個成本是調不到的 一般人調不到的 所以就可以藏起來了 就可以藏起來了 那檢調應該不需要授權 他應該可以看得到那個資訊 因為從金融的 從這個防剎法令上面去看的話 我覺得調查局是有能力 看到第二層的東西的 所以他現在講的是說 他最慘的問題 還沒有開始出現 所以這到底藏多少錢 我們不知道 你知道吧 可是他現在要迴避的就是 貪污之罪條例的收賄罪這部分 那他圖利的部分要跟你對抗 所以他整個事件 他就把你整個引導成一個政治的對抗 所以我們現在看起來的話 有兩個關 在他這邊來講的話 有兩個關鍵人 外面有一個關鍵人 一個第一號人物是誰 就是沈慶金 第二號人物就是許文中 李文中 第三號人物就是橘子 那橘子怎麼會跑掉呢 我就覺得這個荒謬 他怎麼會在應小微前一天跑掉 是誰叫橘子跑掉 沒錯 你昨天講 你昨天就猜測說應小微 如果橘子跟應小微同時跑掉 那就不是沈慶金利能通天 不是通知沈慶金 而是通知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先叫橘子跑掉 再通知沈慶金 沈慶金再去通知應小微 就慢一天了 不是不是 應小微跑掉的原因 跟柯文哲無關 因為這個沈慶金已經收到傳票 9月5號開庭 所以沈慶金拿到傳票之後 就叫應小微跑了 但是這個因為有傳票在手上 可是橘子這個不是 橘子這個事情來講的話 應該是 一定是柯文哲叫他走 對 而柯文哲叫他走 他辦的是學生的一個簽證 換言之長有點時間 他在日本停留的時間要長 他要有學校的證明 所以橘子要跑掉這個事情 已經花了一兩個月的籌備了 有準備的 這不是隨便的 所以我就回到另外一個概念 就是說 當時在法務部或是在檢調機關裡面 有柯文哲的憲民 真的假的 當然了一定有人 都什麼時候還有柯文哲的憲民 就是有內場 內場裡面有人 就是檢調 檢調這邊有人透露情報給柯文哲 柯文哲在叫橘子跑掉 這個邏輯是這樣來的 那今天橘子也談了一個消息 他願意接受這個遠端的偵訊 他不願意回來偵訊 所以換言之長 橘子主要是有東西的 對 那橘子知道 那橘子為什麼不敢回來 為什麼不敢回來 我跟你保證回來一定收押 你不看到那個高雄那個議員 你一跑 我跟你講回來一定收押 談都不要談 這個不是叫逃亡之語 有逃亡的事實 所以橘子一定收押 對 他不可能回來了 可是橘子說我是無故的 我什麼都不知道 沒有用 來不及了 現在問題是有可能 可是因為橘子加世背景 他有可能有其他國家的身份證 所以可能台灣通緝不了他 他有其他的東西 但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並不是 他並不是說橘子一個人 就可以一手遮天 關鍵還有李文中 還有沈慶金 所以他說還會有更慘的沒有出現 因為這個爬輸出來的東西 不見了橘子在 只是因為台灣的是 我們房地產以登記為準 登記為準的東西 我們的登記的資料是全世界 算是非常完整的國家 對 我們的土地跟建築物的登記資料 登記得非常詳實 一點都不會漏掉 所以柯文哲如果是透過信託的方式 或其他任何的方式要來引力的話 困難度非常高 所以我覺得橘子不見得要回來 但他能夠跑掉這個事情 逐漸到逐漸我們的北檢 在初期辦案的時候 有人透露消息給柯文哲 我都高度懷疑 對 那是誰 這個也無可考 也查不出來 但是柯文哲現在決定的方式 並沒有改變 他跟你對抗到底 所以他透過他的律箭 他親自部署 親自指揮 然後再交代這個周宇修秘書長 是做他的作戰司令部嘛 所以他到處再現一波更大量的一個 群眾運動的抗爭 抗爭目的是什麼 11月5號 他要出來 他要能夠出來嘛 他要能夠出來是最重要的嘛 那他如果不能 那可是他一出來的話 變成怎麼樣呢 那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辦得不好的話 他就會選到2028了嘛 他選到2028的話 我們賴賞可能在嗎 腰頭痛了 我覺得賴賞應該面臨到一個 非常大的考驗 這個比較也差太多了吧 你對計劃這 那大小是差太多了 沒有沒有 這個林智郎董事長這個案子 他跟合作的單位是齊美建設 齊美建設就是 加美建設的關係企業 所以董事長就是蔡竹雄 所以他是跟蔡竹雄簽的這個合約 那這個案子裡面 他總共 他是靠信義路這邊是商山 他靠在這個安和路這邊 他一部分是屬於柱山 所以他是個柱山跟商山的混合的一個地 那這邊 那原來的容積都已經固定了 獎勵容積也固定 大家都已經確定了 都保了 可是我現在講說 當時 現在之所以不能推動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 他跟這個集美建設簽約之後 集美建設付了大概十幾億的電金 訂金給他 後來簽約之後 兩個又翻臉了嘛 那翻臉的理由 主要可能就是說 林治郎董事長 可能要求更多的條件 可是他這個案子本身很單純 案子本身單純 他全棟樓裡面 只有一成是非他們家屬所有 所以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就很容易通過 那主要的問題還是 林治郎董事長 跟加美的蔡竹雄兩個之間 他們對這個 對拆分比例的意見 利益分配 那現在這個部分已經在訴訟 在法院告 那法院告這個事情 會告很久 所以我說 他這個案子本身的背景 並不是因為政府的關係 所以我講了半天就是一個結論 林治郎董事長 不需要靠台北市政府 他不差 所以那這個事情呢 我倒要提醒一些 現在這種的約詢的方式 約談的方式 是故意要修理柯文哲 因為總共多少 尊款總共 小樓尊款全部登記了 他報監察院總共多少筆 18萬筆 那一個月下來之後 18萬筆 我們現在AI跟電腦的力量 整理好了沒有 整理好了 早就整理好了 它裡面只有兩種錢 一個是真的匯款 真的誤款 一個是假的誤款 所以他現在是做 簡單做假動作 他要把那個真的募款找出 假的募款是誰 假的募款的金主是誰 假的募款就是柯文哲自己 柯文哲自己 他把柯文哲自己的錢找出來以後 才能夠搞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知道後面很慘 將來柯文哲會變成兩件事情很慘 一個是貪污受賄 拿到錢 另外一個肯產是什麼 你知道嗎 是他的中間過程中 他所有的這些 的這些的私密的社交媒體的一些的資料 他跟很多不同的人 有錢人有權利的人 他有很多LINE 很多微信很多通信 那中間有沒有可能有一些 還有一個更糟糕的 中國大陸的國台班 有進來介入這個事情 所以這個事情 已經被柯文哲搞得奇為複雜 將來這個 這個所有製造 爆料一公開的時候 柯文哲的人設 立刻會變成台灣最臭最臭的